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首先就是我們今天會有第一場的對談 題目就是單車經濟學 我們很高興可以請到一班專家 跟我們討論這個議題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說單車是一個 比較屬於可持續發展的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可能大家 一說著可持續發展 就好像跟經濟發展一定是對立的 但是其實如果看回不同的國家 很多地方其實單車已經成為一個風潮 也有很多周邊的經濟 都可以在社區發展下來的 那其實究竟這個單車經濟 會不會在香港都是一個可行的呢 那其實其他地方的例子又是怎樣呢 又或者香港之前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那一會兒我們的嘉賓就會跟我們去討論的 那我現在先介紹今天的嘉賓先 那在我這個由手邊的就是主持 就是徐永良先生 那就是創動力網台的主持人 那跟著呢 再旁邊的就會是楊維瑞先生 那他就是我們這個沙田區議會 單車發展網絡小組的召集人 那再下來就是余Sir 就是余天龍先生 那他就是70年代香港品牌單車設計師 那再下來就是曹欣如小姐 那他是Holy Cycle單車文化概念店的負責人 最後就是吳文偉先生 那他是東華三院Business Line 單車生態旅遊社企的負責社工來的 好 那事不如我交點時間給阿亮 好 謝謝 那首先多謝大家前來 那今天大家都冒著可能會下雨的危險 來研究一下這個單車經濟學 那多謝大家先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 我是阿亮 那首先呢 其實我準備這個會談的時候 其實我都找過少許資料 那其實大家 踩單車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有踩的 那其實我自己就不是說一個很熱衷 或者真的很 我上班都要踩單車的人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興趣就是踩單車 那其實我自己都感覺 香港在單車這個方面 其實是比較落後的 因為其實我最大的印象就是 我之前去過台灣環島 那其實我在那14天環島旅程的時候 真的發覺台灣無論是人 無論是交通 無論是那些警務人員 都很幫忙的 就是對於單車的騎士 他來到的時候都會 哎 你們在香港來的? 那真是好 那其實都他們 其實都很自豪 台灣是一個這麼單車友好的一個地區 那其實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踩回到香港的時候 發覺哎 為什麼香港的路又窄又斜 跟著有一個龍門街在中間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都覺得 既然大家都是華人社區 為什麼香港是做不到 在台灣做得到呢? 那其實我今天都很感謝CAN 那就找了我來做主持 和大家說這個單車對談 那其實我找過一些少許資料的 就是其實英國呢 其實它對於單車經濟學這個題目 其實他們有很深入的研究 那其實單車經濟學聽這幾個字呢 其實就不是很簡單 是單車的買買賣啊 或者是一些租任的服務那麼簡單的 其實在英國裡面它都分了四個層面的 那最簡單最直觀的 就當然是剛剛講的單車買賣 那另一個層面再上一級 就是政府對於單車基建的配套 的投資有多少錢呢 他們這裡都會反映到的 那之後有一些比較難去計算少少的價值 就是譬如單車對於社會 整個社會發展 或者社會價值上高 它有什麼貢獻呢? 那第四個層面就是譬如人民健康 還有對於整個社會 或者整個國家 在環境上面有什麼貢獻 單車裡面有什麼貢獻呢? 其實他們有些很深入的研究 就是如果直觀點看數字 在2010年英國它在 它在單車經濟學這個範疇裡面 其實它是進貢了英國庫房 有29億英鎊的 那都二百多億港幣 差不多都是 那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數額 其實我們都在想 如果是香港這個城市 就是大家都覺得可能產業有些 有些單掛 就是大家都覺得可能是金融掛稅 這個城市 究竟單車會不會是另一個 alternative 可以去令到有更加多人 可以有到自己的經濟 或者可以有更加多人可以謀生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有一個探討的問題 那也都就著剛剛我說的層面 就是單車在政策上 或者基建上的配套 那其實我都事不宜遲 我也想問一下Gary 因為Gary 他本身在沙田區 他是區議員 那也是為單車這個活動 或者這個興趣 其實他想再走前一步 真的可以想變成單車是一件經濟 或者令到一件是一件 是一個solution 可以幫香港解決塞車問題 或者是經濟問題 就業問題 那以我所知 Gary他現在在沙田 又搞一個單車的分享計劃 那介不介意Gary和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究竟這個計劃是怎樣的呢? 好啊 那就多謝主辦單位 今天有個機會 可以沙田出席 來到這個上環 講一講我們單車的想法 就沙田區議會 應該在08年我剛剛入議會的時候 我就已經推動 為甚麼沙田區 你想起沙田 你很容易想起單車境的 事實上就是這樣 那為甚麼我們都沒有做更多的工作呢? 在那一入議會 其中一個討論得很大的議題 就是為例拍單車 為例拍單車 你去到哪裏呢 你都看到大家放在那裏 如果在座有朋友是這樣 那開始要改善你這個習慣 因為會有幾個很大的問題 會引起的 第一 第一 你們放在那裏的單車 不過在座可能有很多玩家 你就一定會記得拿走 我們很多市民放在那裏 就放在那裏 他自此就不再理他 那麼久而久之 你就團職在街上 那麼 對那個使用 以至到我們很多公共的問題 也都試過有駕駛人士 因為被阻擋了那個視線 而影響到 第二 就有很多朋友說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除了看著iPad 或者Galaxy Note之外 基本上都不做運動 那我又覺得 這樣是不是可以做多些推廣呢 所以我就開始研究 是不是可以在香港實施 一個叫做自助租借單車系統計劃 為甚麼那些街坊朋友 要把單車擺街呢 因為家裡小 其實在沙田區 很多學生 沙田區是很大的 由火炭 大學 沙田市中心 大圍 去到馬安山區 是相當大的面積 但是全部都有單車勁的覆蓋 很多的學生是踩單車上學 很多朋友都是在區內上班的 特別是在馬會的朋友 但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 將他的單車擺在自己家裡 那他們就擺街 但是因為隨著年紀 或者各樣的理由 擺在那裡 你會不會忘記 那我們就覺得 如果有個自助租借單車系統計劃 第一 希望推動這個區內的環島交通工具 第二 希望改善 這個維麗泊車的問題 第三 我們想鼓勵多些朋友 做運動 除了 乘巴士之外 是不是還有些方案可以做呢 這個是最主要我們推動的理由 嗯 其實我聽你這樣說 這個計劃其實都理處很多 又可以減排 又可以解決為例 泊車 其實在你自己本身是區議員 你把這個議案放上去 一個議程上高的時候 去討論的時候 你們區議員的區議會有什麼反應 以及政府的什麼反應 很簡單的反應 沒有人說沒有 是 不過沒有人說做 為什麼呢 既然大家好 還是不做呢 有幾個難處 第一 現在你在政府呢 如果你問他單車是哪個部門負責呢 是沒有Leading Department的 你不知道找誰的 我猜你在康民署 你在康民署地界 你就找康民署 你在康民署以外 你要看單車已經跌了在哪個位置 是 這個是政府現在的 路證 路證比較多 但問題是 路證是管路 路證是不管交通 秩序執法就是 道理上是Police管 但Police也不管那個設計 運輸處管的設計 他也不管他執法 大家明白不明白那個問題 因為說區議會的同事呢 本身我們 本身我們區議會 已經有很多政策要談 你究竟房屋比較重要 還是自助租借單車系統比較重要 事實上你都明白 肯定是房屋的急設性 需要更多 所以我從2008年到現在 我用了很多年的時間 我見親部門我就說 見親議員我就說 直至到大概是兩年前 那個Noise就開始 比較明顯地出來了 那也要多謝 我想在座五位單車朋友 幫忙一下 你們很多專業的運動員 拿了獎 令到社會的關注點多些 所以我們基本上 透過這幾年的努力 我們看到可能性是很高的 現在 當然期望我可以繼續 在這個崗位 發揮我的影響力 嗯 那我記得 我今天準備這個訪問之前 我看過彭博那本雜誌 其實你都說過 如果等政府做 可能十年都不會做這件事 那其實 我 以我所知 其實 單車可能真的 香港得到很多獎 那其實譬如 以我所見 我自己有時都踩單車去沙田 或者大圍 那其實 踩單車的人 真的多了很多 那其實 會不會是 民間上面的聲音 其實都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不然真的 要拿獎 要拿奧運 或者亞運金牌 例如民間 有沒有一些 呼聲 可能大家都想做這件事 以透過你 可能你做一個代表 去區議會裡面 發聲 那樣 我就不敢說 透過我做一個代表 這裡有這麼多單車與外者 說起單車 說起細節的設計 我絕對不敢搬門弄斧 不過就 拿獎 不是最主要的 就是我們最主要要強調的東西 但事實上 香港在這一行的運動上發展 容易令到大家關心了 那這是第一 第二 你說在市面上 很多人踩單車 多了很多人踩單車 原因其實都是這樣 市民是因為有很多人拿獎 例如阿寶 就算你說我們在東亞運 譬如楊英偉他們拿很多獎 他們會令市民產生了 興趣和共鳴 你說不一定是政府上的主導多 對市民的影響更多 而且媒體 你不拿獎媒體 怎麼會賣廣告呢 你不拿獎媒體是不會說的 這個也是最大的問題 你說剛才你特別提到 我在彭博雜誌講的那句話 真是慘了 整篇文都只記得我 罵政府那句 事實上呢 政府有這個問題 如果有更加急切的政策 其實他未必一定會先做這個 我們就要保持熱情 跟他鬥 我們一邊說 他一邊做 他一邊說 我們一邊做 那期望是可以有更加好的反應 現在是好很多的 好很多 因為其實如果譬如 我在政府的角度 那我 政府最喜歡他們的數據 那有些 外國的城市啊 他們都有些類似的 單車分享計劃 或租借計劃 其實 十個呢 有九個其實都是在虧錢的 那政府說 虧錢了 大哥 我當然不要做 就是其實 我要找條數去填了他的 那其實你 譬如政府落到這個這樣的理由 不如遲些再搞 那其實 錢一定很重要 那其實 你怎樣可以去 solve 到這個問題 就是其實你要一件事情 走得動 其實除了有錢之外 是第一步 那其實要一件事情 持續地發生下去 其實都是 那些錢要回來 那才可以繼續走下去 去服務其他人的 那其實 你推這個計劃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 相應的方法 可以去想起這個問題 錢是一個考慮 那政府做很多事情 都不賺錢 是不是 那這個是第一點 如果要賺錢 那就是所有老僑費都要付 那所以呢 我想基建的建設 我跟政府現在說 這個是一個需要性的基建 當那件事是基建的時候 你就不要先講賺錢 不賺錢 第二 就是 對於政府來說 我想他都有一個擔心的 究竟哪個部門負責 其實他們都沒有理會 當然 局長昨天沒有來 局長來了 局長說我們會關注 因為發展 和房屋 和運輸的都是他 必定中他的 那但是 究竟哪個部門負責這個大陣 錢呢 就是我們推動到這個項目之後 很多 也有些商界的朋友主動聯絡 我說他們願意贊助 我們自己也在談一些基金會 那好像一些這麼好的東西 我又不怕找不到 initial funding 是吧 就是大家看看後面的 back job 就是幾多不同 不同單位的 sponsorship 其實他們對於 那個corporate image 是很好的 這個是我們可以跟 onair幫忙 我們可以再談 但第二個就是 你究竟operation cost 可不可以 sustain 因為我自己是創業的 我是創業出身的 所以我自己看到 你要 令到那件事 哇賺很大的錢 未必是那件事 但是事實上 你要他能夠處理好基礎的營運 這個我是很有信心的 只不過是過往 你不可以叫一個運動員 去 run 一群生意 對不起 他事實是這樣 他不是那個思維的 但是你是要有一些 懂得做 就是one operation的人去 run 然後呢 就提供到一個設施 給市民使用 嗯 那這個問題呢 你說要找適當的人 去 run 一個適當的生意 其實我想問一問 真是現實 在 run 一個business 的Tim Sir 他在新界西 就有一個biceline的組織 那其實他們一個 透過單車 那推行一個綠色的生態油 那推行一個社會企業 就希望在當區的年輕人 就其實想 透過單車可以實現自己 令到自己的自信更加大增 那其實他最終希望 那些年輕人可能做夠兩年了 那其實他們自己 build 到一定的信心的時候 可以跳出去這個社區 那找一份更加 可能適合他的工作 那其實我想問一下 Tim Sir 你這個理念 原先的時候是怎樣想起的 就是會不會是真的 我本身 我真是很喜歡踩彈車 也是我過內人來的 我本身小時候都是 如果有一份這樣的工作 就好了 那會不會是這樣的原因呢 我想我們東華三面 原來的單車生態旅遊社會企業 本身呢 是 你會看到名字很長 因為我們有單車 有生態 有旅遊 有社會企業 但是我們本身的 真的那個設合點呢 我們是來自元朗 那是一間天水圍的中心 去開始去bring storm 我們在06年開始bring storm 我們那時候去想 就是 究竟這一區 當時大家知道 很多labeling 在天水圍 我們看到 當區的青少年 他們的出路 其實比普遍 比其他區 是比較弱的 第一 競爭力 學歷 我們想 有些什麼 青年就業的 新的思維 甚至出路 可以給他們 我們又不想 拘離於 用傳統的 可能清建展翅 或者再培訓的計劃 我們想 我們從一班 社工去看這個區 我們有些新的思維 我們用了 兩年時間去籌備的時候 有些 脆怪的 在社區的觀察裏 原來這班年輕人 喜歡做part time 就不是在麥當勞 KFC 他喜歡 做單車外賣仔 第一 方便快捷 第二 他們本身 都有單車去代步 從天水圍北 到天水圍南 都有四個銀錢的輕鐵 但是他們踩單車 都是用十至十五分鐘 已經去到的學校 學校的parking 多到不得了 所以其中 他們喜歡用單車 不單之代步 甚至可能去做單車外賣仔 但是我們去看 即是說有市場 單車這件事 第二件事 我們去看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不去做墨技 做其他餐廳 是個形象 這個形象是因為 他不想撞到熟人 單車外賣仔 他可以在天水圍北 或在天水圍南的上班 撞到極都是南區 天水圍南的居密 這個是年輕人的identity 形象 我們去看 咦 又是 對 難怪 我們天水圍北的kfc 那些 沒有什麼年輕人去做 我們去代入他們的心態 第三 我們去看整個社區 天水圍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景點 就是濕地公園 天水圍本身的社區 的單車鏡斷斷續續的 你可以當作一個橢圓形 但是都是斷斷續續的 但是我們去看 再放大去看 整個元朗區 天水圍隔離就是流浮山 是一個很著名本地的 以前是一個魚業 現在是一個 我叫做海鮮的市場 那元朗不用說 老婆餅 蝦子麵 甚至醬油 那都是一個 我叫做很傳統的一個 本地的旅遊市場的時候 在流浮山就沒有單車鏡 但是在元朗區有單車鏡 可以駁到天水圍 咦 我們可不可以去想 一個東西就是 怎樣從社區的特點 再加年輕人 他本身的 現有的專長 去湊合成一件事 去在就業那方面 有一條出路呢 那剛巧2009年 有一件事是啟發我們的 2009年就是剛剛台灣 就有一間單車酒店 就在墾丁那邊 這件事是整個 整個想法激活了我們的團隊 咦 那時候剛剛在談環島 咦 原來單車旅遊 有得想 在香港可不可以發生呢 那你再看回 有濕地公園 就是可以說到 就是綠色的東西 藍生衛又Hit了 就是加上本身有Logo Tour 的market 有單車競 我們有一些年輕人 咦 可不可以把這件事 包裝成一間社企 幫我們做旅遊 那所以我們在08年 8月13日開始呢 就走到這個package 就是 咦 我們呢 其實這間社企 做一件事就是 稱這個年輕人做導賞員 單車生態導賞員 那不過用這個單車業務呢 去承托他們 為的就是呢 去提供就業機會 那跟著呢 在裏面呢 就是一個過程裏面 幫他們呢 去升級 我們希望他呢 在這個工作過程裏面 找到他自己的專長 甚至找到他們的目標 那我們有個不成文規定的 兩年內 我們會踢他走的 其實意思就是 我們希望給他 一個time limit裏面 去找到他目標 去升級 可能他繼續留在店裡 去做一些senior的工作 甚至他去轉工 去找他們的出路 那這個就是 我們為什麼 在東華三宇 要搞一間單車生態旅遊社企的原因 那其實 你都搞了幾年 就是從2008年開始搞 那其實 一直搞到現在 究竟那個成效 你覺得是怎麼樣呢 就是其實 要講經濟學的話 一定是件事 是會一路 好像雪球一樣 越滾越大 那其實你們 去到現在這一刻 你們的感覺 成效是怎麼樣呢 就是用一個CSR 再包單車 再包生態旅遊 這個這樣的概念去走 那在香港 就是其實在新界西 其實你都叫做 有一個icon 就是其實 起到根據地 那其實你覺得這個模式 可不可以 輻射去其他 香港的不同區分呢 嗯 我想先給大家一些數字 那其實我們 本身那個業務 是做training 單車生態旅遊的 導賞員培訓 那08年至今 我們小班教學的 就training了80個年輕人 那其實 真正留得低呢 現在呢 就大概23位 那另外那些年輕人呢 我們叫做轉化 就是在這兩年的過程裡面呢 他多數一般呢 他留在我們店舖兩年 那他在這兩年之後呢 有一半呢 就是離開了裡面的一半呢 就回去學校 去繼續去讀書 另外一半呢 就轉了出來呢 去做不同的工作 老遊業是佔四分一 另外一些幾個部隊啊 或者是做sales 那為什麼這班的年輕人 會做這幾個行業呢 因為我們主要是對客 有時候會跟不同的政府團體 去合作 搞一些活動的時候呢 那四分一 就是因為有一次 跟警察會 搞過旅行之後呢 他們這班小孩呢 就覺得原來我們的體力呢 跟那些sir差不多 甚至比他厲害 不如我 就是欠體能而已 不是 體能OK 欠學力 那他們去讀完毅準之後呢 就已經考進去警隊 那接著 做sales和旅遊業很簡單 因為做導賞員 一定是靠百口運吃 原來他們覺得這件事是我專長的 雖然學力是低 但是呢 我們可以用我們本身的技能呢 去找到食 那很多呢 就是這樣 在這幾個行業 那另外有些 為什麼會去了讀書 就是因為跟那些客人 互動之後 找得到 原來入這行 原來有些門檻的 那他很想 這個是他理想職業 慢慢去部署 那這幾個 其中的例子就是我們年輕人 那但是在這個層面裡面 我們發覺就是 不單止是激活了年輕人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在這六年來呢 我們招待了二萬個人次 玩單車生態旅遊 其實在這二萬個客戶裡面呢 我們已經給了其中三個訊息給他們 第一個訊息是 什麼叫寫棋 第二個訊息是 什麼叫單車生態旅遊 第三就是 你所認識的年輕人 其實是怎樣的 一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這班 全部都是90後年輕人 這個是其中我們覺得 是滲透到一些社會的形象 那在我們做單車生態旅遊 跟經濟有關呢 我們其實是比較接近是 後端的 就是我們不單止是 一間社企 我們會租 我們就不是在東華的物業報 我們是市場在租 用市場價格 但是我們去的 例如catering 吃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些小商戶 本地農場 我們不夠單車的 一間四百多呎的舖 你不可以裝到一百個單車 我們很多時候做一百人的團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在附近的單車舖 去租單車 其實是將 我們解釋就是 我們的經濟的概念就是 我們收到的客 我們buy side 其實是一個 叫做resource的allocator 有三分一的錢 就在這個社企 有三分一的錢 就給量度上 有三分一呢 就給社區經濟的一些合作單位 單車鋪 橫水道的船夫 甚至是這些的餐廳 其實你用單車 其實是帶活了整個新界西 整個 我們叫做元朗區的社區經濟 明白明白 我知道你們在新界西做 其實也有一個現實的例子 就是Viola 他都是比較是一個產業的末端 其實你們就用一個社企去包裝 那Viola其實我看一些報道 其實你們是用一個design 用一個生活態度的方式 去包裝單車 令到單車產業 可能是再走前一步的 因為以我所知 你們在荔枝角度 對不對 135號 就有個單車店 其實門面 看上去也不像單車的 就是design 好像外面 太平山街那些店 那其實你們 可不可以講一下 其實你們為什麼會 用這樣的形式去包裝單車 其實單車 還有可能你們想包裝的就是Lohus 就是那些樂活生活 那其實你們 怎樣會想到這樣的想法 令到這件事情更加入屋的呢 大家好 我是Viola 其實我們店頭 七位的主持人 都是踩開單車的城市裏面 那其實我們 最初是想了一些單車設計的東西 因為我們本身團隊呢 就有產品 有graphic 有攝影的 那就是一個很全面的團隊 可以去把單車一件東西 去包裝得好些 或者是把它再 我們真的升級 把它更加可以 對用家來說 整件事是漂亮 是方便的 那這個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我們剛巧巧 又真的有一個很好的location 亦都提供了一個非常廉價的租金 去把我們一些理念去實體化 就成為Horlick Cycle的最初的一個形成點 然後呢 我們到我們的實體店了 我們希望做什麼呢 將Urban Cycle 我們希望多些朋友 是用單車在城市裏面代步 於是我們想到可以做什麼呢 單車團 Bike Tour 我們Bike Tour的方向比較特別一點的 我們會是做文化 歷史 又或者是一些 我叫體驗 那些人可以真的實實在在在馬路上 在城市裏面 體驗到 那個單車的方便 是 這個是我們現在想做的一件事 同時我們這間店會是主打文化 好坦白說 整個單車的market 都偏向極端的 一邊可能就是好運動 好運動 好運動的 那個產業 那這些其實是市場已經很多人在做 那 那另一方面呢 可能就是一些比較 我們叫做 舊式的單車店 例如可能一些 做開街坊生意的 用 主要做一些維修 即為主的 店頭 那我們就希望有一個 新的一個方向 就做單車文化 那就希望用一些書本 圖畫 影像 去將一個單車 是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不是一個運動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道風格 而是你 真是 每一天都可以 除了是踩個時刻之外 可能你穿 你的用具 上面都可以跟單車是連結到的 如果你說單車設計 待會再問 尾Sir 但我有些事情都想再追問 Viola 那其實 我知道你們是深水埗區的 那其實深水埗區 我覺得都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社區 其實有新 也都有舊 那也都是 要找 即是你們找那些地方 去被人做 做渡賞的地方 其實都是很有歷史的價值 好似雷生春 南昌大壓 這些這樣的地方 那其實你們本身 去怎樣找到 相應的人 去做到這些賭賞團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譬如 你們 我看一些報道 其實你們不單止想 宣揚 那個單車賭賞 或者 就是單車其實 跟社區這個關係 可以更加拉近 其實你們本來 就是你們有另一個概念 就是想宣揚 其實 單車使用者 駕駛使用者 其實他們在一個 馬路上面 其實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 共同的權利 去用這條道路 那其實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們怎樣去宣揚這個理念 其實 share the role 就是我們去年 其中一個partner Ben 去想的一個project 來的 我們去年 就在元朗區 搞了一個 由元朗踩到尖備咀的過程 那個過程 我們差不多有60個人參加的 那很多都從來沒有試過 在馬路踩單車的 那我們就靠過一次 Bike Tour 第一次希望 那些人可以試 在馬路踩單車的感覺 因為很多時候 馬路被人感覺危險的原因 是那些車好像很兇 是啊 差五六十 都嘛 我們一直都想宣揚實 大家是可以一起共享這條路的 我們不要求政府做任何什麼基建 或調單車線 但是我依求只不過是大家在心態上 一起去 就可以是 一人一步 可能單車的朋友要遵守交通規則 例如不要逆線 不要突然間衝燈 這類的 同樣都希望其他的道路使用者 例如司機或者行人 一樣都可以對單車的朋友 是一些友善的態度 就是不需要刻意去做一些挑釁的行為 例如享安 或者是故意走過來很近 想去一下 在旁邊踩油 對 其實只要大家走一人一步的話 的確是可以令到更多的朋友 覺得這條路是安全的 是 其實這個是我們一直都想做的一件事 另外你剛才說帶Bike Tour 找些Partner 其實我們很想試一下 用很多文化的Crossover 我們第一個就跟了Angry Angry 教了一個用策畫去做Bike Tour 那原因是 其實上年的經驗就是 我們跟Lomographic 就教了一個 在中區和在元朗區的 用攝影去踩單車的活動 那就希望 怎樣攝影去踩單車 是的 我們基本上就會 上年就試過在港島區 我們會被人感受到 其實踩的感受到 就是其實我們由這個 上環去到灣仔 如果我們踩單車 是快過駕車的 因為同一時間 其實有位記者是駕車跟著我們報道的 是 誰知道我們每次踩到去 其實我們就差不多走了 他離城已經走了 因為他要塞車 他要兜路 其實或者是 他要找位泊車 那這些問題其實是 在市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塞車一些 或者空氣污染 但是單車就很方便了 一條直路就過到了 你要過旁邊 家人可以下車推過去的 這個就是我們覺得 就是被人感受到 單車是多麼方便呢 然後攝影只不過是 我覺得可以一個包裝 大家可以用影像 去將你平時 怎樣將單車的生活 去記錄下來 所以就選擇了Lomographic 去一起做 因為他也是跟我一樣 比較簡單一點的攝影 就是我們希望單車 都是簡單一點的 一個生活態度 這次就找了拆畫 因為拍照 其實大家平時都可以做到 但是有沒有試過靜心 在城市裏面 觀察我們的城市呢 就可以用畫畫去記錄 我們就是這次想做的事情 所以變成就是單車加畫畫 然後我們選的景點 全部都會是 我們叫為遺忘 可能我們也是經過的 但我們沒有留意 沒有察覺過身邊 原來香港是有這麼多 這麼有特色 或者其實原來 原來那個建築物背後 是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我們這次Angry Angry 他在這個導賞過程 其實會介紹 那個建築物背後的歷史 可能那個地方都沒有 自己的簡介都沒有 可能去到美河流 他現在也是展覽廳 但其實他的歷史 都未必那麼全面 都可能會經過一些 所謂叫過雷過 Angry Angry 在這個過程都會 告訴他 加上我們的tour 都挺特別的 很多外國人參加 不單止香港 不單止香港 我們有新加坡朋友 有些是柏林來的朋友都有 那這個過程就是 可以令到外國朋友 都可以用單車去體驗 我們的城市 的文化 這樣 我問阿余Sir之前 我想問一下 那時候 那些來到外國 來玩你的tour 那些朋友的感受 是什麼 原來香港有這樣的事情 他們有沒有想過 還是他們真的 知道你們有這個活動 他們才來參加的 有些就是我們在網上 見到我們有Bike tour 來參加 因為其實單車特別的 是可以把不同國家的人 拉近了很多 我們坦白說 我的踩單車之後 我的心目圈子 不靠自己香港 我的朋友是可以 就是全世界都有 那很多朋友 就是很想試試 就是可能 我的單車的發燒友 都想來試試 在香港踩單車是怎樣 那很需要一個tour guide 去帶他們去踩 那這就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那feedback 挺好的 他們都很surprise 香港都有一些 另類的感覺 因為很多時候 你旅遊書的地方 可能交通未必會 怎麼說呢 這些是沒有簡介的地方 其實都有特色的 但是交通去的話 付一個tour 其實這個tour 是一個很難去到的 但是單車就可能很方便 點到點就去到處 是啊 那就剛剛 要我聽一下 Tim Sir和Viola的分享 其實他們兩個的機構和組織 做的產業 其實都是比較 產業的尾一點 就是一些value added的東西 就是令單車 其實再加些東西 加些東西 令到有些revenue 可以申請整個business model 我知道 阿余Sir 其實在70年代 就已經開始 從事一些單車設計的工作 其實單車設計 在整個單車產業 來說 應該是一個前端的位置 就是可能由製造 由選彩原料 去整個車 出廠去賣 其實在香港 去到現在2014年 究竟還有沒有這樣的空間 可以給到這些品牌 或者這些工廠 做單車 其實整個單車產業 在香港 除了做末端 前端 還有沒有做的呢 以你的認知 大家好 很高興 今次有機會 參加這個活動 我在70年代 就已經從事 單車設計的活動 包括廠 生產工藝 損材等等 這些都經歷過 是很艱苦的一段日子 香港是很小的地方 這類這樣的產品 其實就非常之不適合 是不適合香港生產的 因為你又沒有鋼材的原料 你又沒有其他零部件 生產基地 在那個實質的生產工藝那部分 很多人都不懂怎麼做 只不過只有單車舖 一般的組裝工作 是很困難的開始的 其實這個工作 就是很特別的 很特殊的環境下 產生出來 只有我有個機會 從事這個行業 在這個亞洲區的發展 就在香港的接觸 就當時 在70年代 非常之廣的一個面去到 因為要到處去買東西 回來 組裝之後才出口 香港沒有辦法做本地生意的 在60年代 香港的公司經濟開始起飛 那時發展了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單車 在香港出現 那時都是由 英國那邊帶過來 或者其他外國公司 那些員工過來 這裏悶那頭 沒什麼好玩 那就踩下單車 而 帶動了香港的單車比賽活動 我們唐人 只有一個體字 那些全部都是外國人 或者那些來這裡駐守的英兵 或者一些 在這裏玩 那後期發展到現在 今時今日這樣的成就 就是多得香港單車聯會 在這裏推動 那個堅持 是由一個組織 其中現在還起到 一個老人家 就是 陳百祥先生 他是一個花式的老手 那花式老手的意思 就是類似雜企單車 踩一單卵 單卵成十幾尺高 起上高踩 那類他都做得到的 那現在呢 就算花式也好 比賽也好 都拿了世界冠軍的了 那花式的就是青少年 這個青少年去到成年 這個階段其實有一段時間 那你能夠維持你自己的愛好 包括在座這麼多位 你喜歡單車有多少呢 是喜歡什麼呢 要搞清楚 那為什麼要搞清楚 你想自己的興趣持續發展 那也都希望能夠他維持下去 那令到自己 以後有關係的人呢 都可以繼續 那香港 就是最難的這件事了 因為 香港的地理環境很特殊 香港島山路很多 很多斜路 是最難的呢 就是有一個車 克服斜路的 那在九龍區 新界區平路多 那這個條件又會好些 那因而呢 那個發展的方面 在新界區是比較方便 容易一些的 但是又有出現 生活上高的問題 其實這些所有 林林總總 在座三位發表過的意見呢 就是外於對單車本身的 認識的程度問題影響的 那包括你選用的器材 你選哪一類單車適合你 你要從事什麼活動呢 要分清楚先 不是啊 我踩了 總之有單車就踩了 你飛就好 跟巴士一齊也好 跟泥頭車一齊也好 那個險象還生的 是很刺激的 所以為什麼兩輛車 很好玩啊 很夠刺激 其實那個刺激的危險程度很高的 原因就是 香港的駕駛者 是不會重視你的 你覺得你阻礙它 都是這樣的心態 因為香港的經濟 除了經濟發展得相當快速 他們去找銀 去找銀的心態也都很快速 立刻要做 而且做很久 做到很累 其實你在馬路那裡玩單車 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因為它在閉眼睡 你不知道 為什麼有時候撥你 其實它不知道不覺 按了下一個按道 撥了你 你剛剛在旁邊 就是不要怪它 它都很辛苦 因為家庭 或者有都喜歡引單車的人 年輕人 他爸爸就是駕駛泥頭車 泥斗車那個人 是 有意外都不頂 都很重要的 那怎樣大家可以相容 在這裡從事這類活動 能夠將單車這一類 大家這麼喜歡的東西 更加發展得好呢 在設計上是很考究的 那我就想講講這一點而已 我相信大家去買單車的時候 都有很大的難度 入到單車店 好像很多種給你選 但是選來選你想要的那些 當然是差一點選不到 那就隨便吧 用著這架先 很多都是這樣 是遷就性使用 那就是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原因呢 入口箱本身對於你現在 香港單車使用的狀態 就是完全零了解 沒有人去了解過的 那包括了 這麼有楊先生 這麼有心推動的人 這麼有活力 這麼有構思 這麼有能耐去搞活動的人 想做好他都找不到一個 很好的或者適合的器材給他們用 很簡單 現在你說單車租淫 哪種車才對啊 現在荷蘭做得很好啊 但是他都虧本格 但是政府在支持著 為什麼呢 原來空氣好很多 他旅遊的人 就是來的遊客多了很多 國家賺了很多錢 隨時都是這樣 這些就是 後果 那麼他們在歐洲行那個 環保概念的所有有關活動 都蓬佩過我們很多 理念在各個議員的心目中 都根深蒂固 很重要 很需要的 為什麼呢 他以前一走出去都是吸一些 骯髒空氣 你香港 你看 你都不想出街的 寧願有冷氣機的房間裡面 為什麼打機 因為一走出去 哇 不是那些汽油味 那些灰塵 看遠一點都看不到 你老友那棟樓 遠一點都看不到 那怎麼搞呢 那這些就是因為 環境本身條件問題 現在我們要盡的力 就是這件事了 那首要所有這麼多計劃 損財 你生產 你生產一樣 那對不對 那鋼材 有什麼東西合不合格 那麼夠強度 那怎麼去用 喂 你的用途是什麼 那 現在蘋果最好賣 手機 為什麼 CSS不可以呢 聯想都不太可以 就這樣 Batberry以前很好 為什麼現在又不行 幾乎是盡了 要賣盤 因為 潮流它的掌握怎麼樣 現在我們也是 不要集中在阿寶那裡 不要集中在李維斯那裡 那裡已經我們 單車聯會 推動這個工作 有個成果 其實這個會很害怕 無後繼之人 不是沒有人踩得踩 跟著搞什麼 現在在座有幾位 我覺得很高興 這個是新血來的 新概念來的 對香港真是將來會有貢獻的 應該值得支持 我希望大家都是一樣的想法 現在就要開始對於選材 要著眼去做 起碼收集下 世界各地現在同樣 大家這樣的概念 在盡力的環境下 他們所提出來的著作 或者的意見 收集多些看看別人怎麼選 自己再去看 我們香港只有跟 你蘋果也是跟 別人都在用 你都在排隊賣 就是這樣 例如 怎樣配套你 香港人的特質生財 和道路環境的適合性 你有沒有發現 香港有一輛車 整天要下腳 這樣解釋 那你這輛車 不可以好像 兩個輪車 有套電腦 和你平衡 不會跌的 又要走 扭扭的按鈕 就搞定 不行 這類東西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不是貴不貴 不是難操作 完全沒有什麼問題 相當好的設計 但是有一件事 就是說 對你身體沒有好處 你現在要帶動它 就是說 你怎樣帶動身體 最基礎原始的需要 就是你健康的體盤 正常的運作 現在不是大家膽固唇膏 什麼心肌梗塞 這些事情 經常都聽到 就是因為 吃得太好 脊椎太多 消耗太少 阿寶不會心肌梗塞的 是不是 因為它踏得厲害 那頭 不需要的 那個地步 但是一天要做多少運動 大家在研究那裡 又負責 有興趣的人 現在已經有這樣的熱誠的人 去給他們的數據 指導一下 由Beginness 什麼時候開始 怎樣做 然後你已經資深 應該怎樣 大家要陪圖 不是說扔單車 你踏 今天踏完回來就可以了 不可能 他們的計劃都很長 我覺得非常之好 我們搞設計的 你一樣 怎樣適合你的腳 怎樣適合你的踏 怎樣去調整 怎樣去損單車 都要讓他們知道 但這個就是 希望大家的組織裡面 去多加一個課程 讓他們知道 喂 你要踏一輛車 選一輛對的 就是這樣的目標 沒有東西 擠在那裡 那些全部都不對 但是那些是代表性的產品 因為為什麼 日本也好 歐洲也好 都帶動過他們 當地的經濟起飛 這個是事實 單車很久已經有了 永遠都會生產 因為大家踏下去就知道 過癮 學不懂那個 不要說 那你就走開好了 用心學懂 其實很簡單的 選對單車之後 你當日的活動 你就會很開心 那怎樣才對呢 現在很多的產品去選 你不用踩 踩頭的賽車不用 最重要是你坐得對 是最自然的那個坐姿 活動 和你的腳的活動範圍 適合在裡面 不要太細不要太大 所謂不要太細不要太大 就是說 你打拳操去出到盡 你收拳很難收 因為那個膠直了 你要曲回才收到 那你就要兩個動作 但是你不是 出那麼低低收回 李小龍就贏人 就是這樣 他不去到盡 你這個踩車一樣 那你踩車就要 收放自如 相同於你 走路走了幾十年 十幾年 幾年的人 你從小朋友學走路 到現在 你需要不要 有個石頭我要離開 有個洞 我要走開 不用的 你走到近 自然就踩不到 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叫自然反應 就是 跟你走路一模一樣 你已經適應了 好了 那你永遠的關節 都是曲曲的 有輛車一樣 那這個我知 是點一點 有些關節 要注意的問題 去到哪裡呢 不要賴的單車 是你自己 那我想問阿余Sir 我聽你這樣說 就是 我好像看到一個 市場的控交 不知道香港怎麼可以做 其實你說 香港是欠缺一些 人 或者一些公司 或者一些組織 其實是幫人去customate 就是 度身訂造你自己的單車 或者 找一些適合的單車 去做一些適合的事 不知道如果香港 有沒有一些可能 一個品牌 或者公司 是可以做到 這樣的生意 你覺得有沒有做呢 就是 都沒得做 都沒得做 就是是不是要再放大一點 你只是一個租 已經捱死你了 你為什麼要 還支持地產商 做什麼呢 你就買來賣 我們 已經回歸祖國 後面這麼大的地方 你不知道多少間單車 現在 國內的普通車的生產 普通車的意思就是 還是用來載貨 一般市民交通工 什麼叫蝴蝶頭 大頭傘 你不明白 三千幾萬一年 價 現在很有品牌出口的 例如外商來投資 包括歐洲也好 台灣也好 美國也好 又是三千幾萬一年 總共加上六千幾萬 七千萬 都是賣去世界各地 包括 國內自己的經濟活動 那為什麼香港 嘩 最受寵愛的兒子 沒有受惠 這個很奇怪 訂 買來不買 他這麼近 在深圳你和我存貨 我連倉都不用租 就搞定 不用量身訂做 沒有一個市民去等你 我要等你一個月 一個星期三日 才拿到車 他不會過癮 你要買單車的人 你買過 即踩 是不是 立即 不要蹲來 蹲來 腳踩跟我上緊一點 我上次跌死你 因為你穿得不夠緊 脫了 那就是 這些就是採購 銷售的最基本條件 心頭號 你就馬上拿走 是不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人這麼喜歡網購 有一段時間等 又要等他交貨 看見不合又 總是想來想去 不知道給不給錢 好 但是這些不是的 有店舖 不讓你選擇 但是有一樣 大家要真的懂得 訂對貨給別人 要不然 你現在可以了 那是黑銷 黑銷不是想推高業績 或者把自己的存貨 訂出去 這樣的目標 你都支持他 我就不支持了 所以這一方面 不要講生產 不要講產業 但是可以有經濟運作的基礎 去找一個最便宜 最支持香港的價格 讓我們發展自己的計劃 推動 這個才是常算 我起碼 我這裡賺得夠 計算一下 我給租金都是 百分比降低了 多好 這樣想 不用做的 叫人做 我們有好的 就給他 還要收他的錢 我這個駐紮了 你給我一元一價 然後我就扔回這些活動 挺好的 這個做法 第二個就是 可以帶動其他經濟 例如你在這裡吃東西 在那裡消費 那裡觀賞 好像那間舊樓 喂 你切個雜 切個雜 一問也好 收一收 好嗎 象徵式 都好 這些就是帶動經濟 用來做什麼 請個阿嬸掃地也要 是不是 這樣解釋 好 另外就是 你有沒有搞設計 搞服裝 搞配備 現在我踏去 由香港島 踏過在隧道 搞一個活動 去天水圍 去哪裏做什麼 或者去觀鳥 吃不吃東西很簡單 這些附帶的 肯定要吃 你沒理由 那天肚餓住 整天都不用吃東西 去觀鳥 是不是 這類的活動 一走 你所經過的地方 都有經濟價值 都產生經濟活動 很高境界 買一瓶水 維他奶多謝你 就是這樣 這類這樣的東西 其實在這個活動上 由政府 對於環保 這類這樣的活動的推動 他資助底下 再 包含 就是 喏 你有誰贊助的 我 減利稅 之類 例如 我舉個例子 我什麼都不懂 政治我都不懂 這就是辦法 總之 那條線在走 另外交通部 考牌的時候 喏 現在有個新例 就是要 最尊重單車 共用道路 那他就要考到這條 要 那你就又給他Pass 要不然不給你Pass 那這些都是辦法 當然我不知道多少年可以實現 哈哈 不過 如果我們有間車是按規矩 受過份 有上過Course 那你就知道怎樣走那個路線 怎樣去 未到之前 離遠就看定選擇你走的那條車路 你就會令到駕駛者覺得你好 好事 你知道他們的存在 你不要只說我要用 那你就用了 整個街道都是單車 那你利用的時候 真的懂得說 靠左邊走單線 大家一個跟一個 有些人說 他突然停了 原來什麼呢 他那個殺制又不行 這個又不行 突然卡住那條單車 亂掉了 那他不停也不行 大哥 那又是選車問題 你自己責任 你不要賴的 你自己責任 你也可以 一停車 你又拿出去就走了 那一拿出去就 嘩 你又嚇死 那你又嚇死 那你又嚇死 因為他的封鎖 很吵 泥頭車本身就是這些設施 他不想那麼大聲 他都不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那麼大聲 嚇死你 其實他不想 但他沒有人快把門拍了 什麼 喂喂喂 喂 他一按鎖就死了 那是不是 汽車可以有兩個鎖呢 一個是在城市用的 一個是在新界用的 一個是在大風鞍 一里外都聽到的 一個就是 噗噗噗噗 給單車聽的 這些都是 區議員 可以考慮一下的事情 剛剛李宇Sir就說 你政治不懂 那我們隔壁呢 Garry就是區議員 那其實剛剛都 三位嘉賓都分享了自己 給他們的角色 看回單車 其實在香港 究竟有什麼定位 什麼角色 那其實我想看一下 沙田區 我也覺得 香港十一區 其實是最 單車友好的一個社區 那其實 我想問一下 譬如剛剛我們三位嘉賓講過 可能有生態旅遊 可能有設計 可能有地區特色人民情懷 那可能魯Sir有講過 有些 可能真的 度身訂做 要找些適合的單車 可以放回去 整個社區 那些人可以共用 可以享用 那其實我想問一下 譬如沙田區 其實以你所見 其實這三種優勢 存不存在 就是因為其實 我們都很希望 沙田真的可以做到一個 一個示範的角色 其實你們最終的目的 其實都是想 政府發覺這件事是work的 在十星道的 走得動 那其實將這件事情 可能是打響十八區 將其實區區都可能有單車 大家可能以後都不用迫地鐵 不需要迫地鐵 才能上班 擦單車才能上班 那其實我想問一下 Gabry 沙田究竟有沒有一些 特色可以真的 令到這件事情 可以很順暢 或者真的可以 已經有先天的優勢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首先就 我們有單車勁 已經很先天了 第二 就很明確知道 只要我們離開沙田 確實是有點收穫的 首先我今天 認識了幾個組織 他們在不同範疇 都已經做了不同的推廈 我自己個人認為 可以在我們沙田 很多實施 我在沙田區議會 成立了一個 單車網絡發展小組 裡面其實 不是很多認識單車的人 不是很多 近乎沒有 OK 所以我們其實很需要這些專才加入 所以我會和幾位講者 在不同的範疇 我們都可以探討一下 可不可以找他們多幫助 如果剛才你說的生態旅遊 沙田我們有單車的道上活動 我們有做的 是我自己的小組做的 未來這一年都會再做 如果我們恆之有效地 參考到 譬如是 天老師的那種模式 我們會推廣 甚至乎 剛才說 在道路上面 原來在馬路上面 踩有另外一番風味 山田區有一個馬路 很多人踩單車的 那裡叫科學沿路 所有的半職業運動員 和職業運動員的耐力 和持久性 都在那裡鍛鍊回來的 我為了這件事 我和政府開過一個會 我說不能夠長遠 令到我們專業的培訓 在馬路上面做 有一個場地 所以我在兩年多前 我就和中文大學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白石那塊地 如果大家說馬鞍山燒東西吃 很多時候就是馬鞍山白石那塊地 我們借窗野那裡做一個 叫做單車城 要提供專業的培訓的路徑 要有博物館 要有文化推廣 那當然呢 正如宇 Sir說的 就不是那麼容易 馬上可以有的 但是呢 我都和他們說 希望我退休之前搞得好 應該搞得好 我退休之前做一段路 我們希望可以處理到 不容易的 就是社會上一個政策的推動 所以我們今天已經有很多很有心的人 就是不簡單 11點鐘來到這裡 還要來到我們會場 聽我們說 我想我們已經有很多很有心的人 這個不只是沙田區先天的優勢 這個是香港的優勢 我們希望可以做多一點 嗯 剛剛我也想有一些回應 其實宇 Sir有一句 其實我很深印象 就是可能一個政府他可能推廣單車 或者是要資助單車這些計劃 其實他某程度上是在虧錢的 就是要用公帑去資助這個計劃 但是可能我在單車這裡 可能我賺了20億 但是我可能在空氣 或者可能在旅遊上面 我其實可以賺多50億 那其實我可以蓋得回一條數的 那其實這個 的idea 其實我覺得都真的 很有啟發性的 其實我在想 空氣其實 大家每天都會吸收 就是其實單車 對於空氣 那個質素改善 其實一定有好處在這裡 因為其實 我想大家看過一張圖 就是說 就是用不同的交通方法 運輸一百個人 那有一百部私家車 有五部巴士 還有一百部單車 那一百部單車佔的空間 就是最少的 那一百部私家車 其實是排滿了整條街 那其實那裡等車 或者是開車的時候 排出的廢氣 其實一定很多 那我就覺得是 用一些 就是香港其實可以用一些 一些比較有創意的方法 可以解決我們 無論是交通上的問題 可以解決到空氣上的問題 也可以解決到 區與區之間 可能有些真的發展不平均 尾Sir說過 有很新印象的就是 譬如 在新界 踩單車 或者九龍踩單車 都比較方便 因為平路比較多 但是很無奈我們香港這個城市 其實商業中心區 其實都不在新界 都不在九龍 可能在港島 可能在港島北岸 其實踩單車進去 就非常之困難 其實做不到 用單車通勤這個效果 就是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想的方法 就是 不同的交通工具 其實可以互相去補足 因為單車 我也很相信是一個 for the last mile 就是最後一段路 你可以回家 或者你可以去到 你自己的工作間 的一個方法 這個也是 大家可能 無論是 喜歡踩單車也好 或者真的 對於 從事單車行業 好像我們在座 這三位 這四位的朋友 可以在不同崗位上 可以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其實可以告訴別人 單車 可以是一個環保交通公共 亦都不是 大家可能在網上 經常見到一個 路權X 就是其實 以為踩單車上馬路 什麼都可以 其實可能大家都做一個 一個 roll model的角色 其實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香港是一個 單車友好的城市 單車跟其他道路使用者 或者跟行人 或者跟社區的連結 是可以很大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 也是一個 比較落地的方法 令到大家都知道原來單車是 在香港 其實不是真的純粹 是一個 興趣 其實真的是一個 的交通 一個是交通配套 其中一個分子來的 那其實 今天時間到這裡 也很感謝這四位 今天我們四位嘉賓 其實現在去回 就看看台下的 聽眾 或者觀眾 有沒有一些意見 或者大家聽到一些 嘉賓講的意見 是很有 很有啟發性的 可以想跟大家的嘉賓 直接有個聯繫 都可以歡迎大家 現在去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是的 有沒有 台下的嘉賓 可以發表一下 是的 因為其實大家的意見 都很重要 其實 我想 大家可能 沒有話說的時候 我都可以自己分享一下 自己 在台灣 還到的感受 其實我自己在台灣 差不多半個月 其實我都很感受到他們 最大的感受 其實真的 人和車可以走得很近 就是 車的路 和單車的路 其實都在馬路上高 但是 車不能進去單車境 單車境 也不能出到馬路那裡 還有 單車境外面 就已經是台灣的小店 其實他們 那些人是很歡迎 那些人去踩單車 其實他們 一來他們有生意做 可能我們踩到 心裡心寒 我們買一瓶飲 他都開心的 還有 有一些 外國的研究報告都說過 其實 單車的 單車的使用者 他去一個地區 做生意 做買賣 其實他的貢獻出來的金額 也是最大的 第一是單車 第二 就是行人 第三或者第四 才是開車的人 其實這個 也是香港 都比較少聽到的一個概念 可能大家 開車去商場買東西 就有免費泊車 但是 你有時去到一些領會的商場 其實他都 不歡迎你 將沒有單車推進去 因為我都試過幾次 他說這裡不能放單車 你回到下面 其實我覺得 香港可以扭轉一下這個文化 其實 對商鋪也好 或者對單車使用者來講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看看大家有沒有意見 可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困一下 為香港這個單車友好城市 做一些力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看一下 我們今天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時間差不多 都很感謝大家的來臨 也都很 希望大家繼續可以支持香港的單車發展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在香港 呼吸到一口新鮮的空氣 今天的對談環節到現在 我交給大會思宜 謝謝 謝謝 謝謝梁 很多謝各位嘉賓 跟我們分享 其實在香港 其實現在一些單車 其實可能在社區的情況 是可以怎樣 我們都聽了很多東西 都學了 還有其實都聽到 在你們那個對談那裡 全年都其實都 很多時候都說到 其實因為我們健康空氣行動 我們最關心的 就是空氣質素 其實都感受到 都就是說其實如果現在出去 一般來說就是我們很多廢氣等等 其實單車我們就絕對支持 因為是一個零排放的交通工具 所以我們都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去多些去 就是把這個訊息去傳開 也都說回就是說 其實如果跟經濟相關系 我都想說回一個數據 就是其實根據達理指數 就是一個香港大學的公共衛生學院 去做一個研究 就說其實香港的空氣污染 每年是導致到香港 有400億的經濟損失 所以其實如果好像剛才你們說過 就是說即使可能搞一個 by sharing 可能它會是虧錢的 但其實在另外一方面 在一個環境成本 我們的健康成本方面 我們絕對是有賺的 所以今天都很多謝 兩位嘉賓多謝阿偉、曹時謝 余Sir、Gary 以及多謝阿娘 多謝